OK 我們現在是第三個晚上 今天的目標是要走 南湖祖峰跟南峰還有八八山 因為外面現在霧氣很重 所以我們現在都穿上雨衣跟防水的外套 現在四點半 山屋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在這個時間點就出發了 我們很快的就走到來主動插路 左邊是要去中央監視山屋 再繼續往前就是要去南湖大山 南湖大山剩五百公尺 我們上到能線了 天霧茫茫 然後因為天還沒亮 所以我們決定在這個避風處 等日出之後再登頂 我們剛剛在這邊躲風躲雨 想說看能不能等太陽出來一點再登頂 那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上山了 北海大山剩一百公子 OK,我們從南湖大山要準備下山了 下一座應該就是走南峰 從祖峰下來,然後來到這個岔路 我們中央天西木就是要往南峰的方向 今天好像是叫南湖池山屋 然後繼續往中央天西的方向前進 我們從祖峰這樣往南峰的方向走 一路都是下坡 等下回程應該是會很痛苦 那這條路也是要去中央天山的路 從祖峰下來進入了石鋪區 找路就要更小心了 上面這個點應該是最高點 爬上了這個巨石鎮的最高點了 要往下走 開始鑽建築林 現在要走的路 OK,我們上到這個岔路 剛從這個地方上來的 高速牌這邊會寫 往八八山,八百公尺 這也是我們整趟行程的最後一座百岳 然後我們待會會先去南峰 一百五十公尺而已 風也太大了吧 這邊上去就南峰了 趁最後幾十公尺 到三角點了 風又大 溫度又低 身體又濕 路又倒 南峰南峰 蹲點成功 一樣是 白小林片 開巴 三四四九 好,我們現在從南峰 南湖南峰要往八八山的方向走 準備出發了 GOGO 我們從南湖南峰下來 大概兩百公尺 就會來到八八山的舊遺址 這應該是以前山屋或獵寮的地方 繼續往前走 有一種快到的感覺喔 這裡嗎 這裡嗎 好像不是 耶 這是不是太滑了 超危險,這個滑下去就 就回不來了 感覺快要登頂囉 耶 登頂囉 883 天啊 3264公尺 登頂 883 也是一片白牆 OK 我們結束了 這次行程的六座百岳 跳街一下 回南湖山莊囉 掰掰 回到南湖山莊 現在兩點四分 回去睡個覺了 現在凌晨四點四十五 然後我們結束了第四天的行程 要準備下山了 然後現在還是霧茫茫一片 先走了,掰掰 我們在早上九點半的時候 回到了雲仁山屋 耶 我們費盡千辛萬苦 總算走出了南湖大山 四天三夜的整個路線 走出來來到那個 接駁車的至高點 所以就慢慢走下去 然後待會兒要去洗個澡 我們已經四天沒有洗澡了 那我們現在要從這個菜園走下去 南湖大山 通常只要有一個大山的名稱 通常都是很不好走的 我們這四天三夜 每天走的路程 動輒都是十幾二十公里 所以還是建議每個來爬山的人 可以省事一下自己的體能狀況 那重點是規劃好行程 我們來爬四天三夜的南湖屏風 其實在前置作業跟規劃 都花了蠻多時間 耶 我們走出登山口囉 我們這邊是良心事業 我們等一下到前面去洗澡 只要花一百塊 耶,我們要去洗澡囉 耶 啊 老公 你剛才去不了啦 我的兒子 我可以不要過嗎 你手上的阿花呢 我可以不要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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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我不要過去阿 頻道改名與山之間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點讚 然後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追蹤喔 掰掰 拜拜 你